任元肖佳节都已经过了 而纽约地区金银老人中心 还有上海领运会呢 最近就特别举办了一场 金剧与乐剧的文艺演出 与会领运一起来欢度新年 更要来发扬中华文化 这一台的节目是经过我们 精心挑选的 大家看的那个场面非常热闹 掌声不断 希望每年有今天 我们明年又要为大家更好的服务 释放更多的乡情来投入 金银中心表示 庆祝元肖节活动 节目精彩 有民族舞蹈 还有乐剧白蛇传 以及金剧贵妃醉酒等等 二手登下了戏曲 让会员们彼此分享 团圆的喜气之外呢 也欢庆成立三周年 鼓励会员们多多的联络感情 丰富生活 欢迎NBA台义球星林树豪 跟夏洛特黄蜂队 来到纽约做客 这出战布鲁克林蓝网队 法拉盛呢 发展中心特别举办了中国新年之夜 跟华人还有现场两万多的球迷 一块来同乐 欢度农历新年 这主办单位啊 法拉盛发展中心表示 活动不只是迎接林树豪 本季第一次来到蓝网队比赛 节目内容呢 也是十分热闹的 包括赛前颁发社区服务奖 给法拉盛手术中心的负责人 这个两个震动幻 还有执行长呢 江丽锦 以及包含了精彩的舞蹈表演 像是十人的创意舞 月光人鱼 还有十五人的东方舞 盛世舞方 跟主流一块来庆祝 农历春节 再次当大楼 你是十人的唇一 金鱼 十人的唇一 张前颠 明天